哈哈 還有我的媽啊 還有我的媽我是童康 工作跟你的興趣能結合是最幸福的 像我的興趣呢就是夜店 那我開夜店開這麼多年 我非常的幸福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從小做演藝圈 當演員當藝人也是興趣 對不對 那這算是幸福 那今天我們也請到總共有六位 其實他們的職業呢 跟他們的興趣是相結合的 就是非常幸福 對啊其實我從小就一直想當男生 沒有啦你 你不是勵志那個陰陽人嗎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男生才會有那種 恐無有力的那種安全感 如果我是小船的話 他就是港灣 你是大船嗎 我是大船喔 航空母船 OK 好首先第一個介紹呢就是我跟你講 女人聽到一定瘋掉 太愛 就是我們的鑽石鑑定石 哇 鑫木 好亮喔 你這個脖子上的是 嗯 是針鑽 針鑽 哎呦 今天有保全來嗎 有我們現場有很多保全 可惡 不然我就扯了我就閃了 OK你這樣大概要多少克啦 呃這邊的話大概是10克了吧 那這個價值多少錢 這價值大概是250 我先走了 對 你不缺那點小錢呢 那我準備更多的 哦可是你這樣子10克啦 才250 因為他是歲鑽去拼的 哦歲鑽拼的 所以就沒有一整顆那麼值錢 沒有 請問一下你們要當一個所謂的 鑽石鑑定師 要上什麼樣的課程 呃其實我們是進入美國的珠寶學院 因為他 學院 對 他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校 但他總校是在美國的Sandiego 嗯 那他一共有分為四個課程 那我拿的話是鑑定的課程 還有設計的課程 那一個課程的話大概是半年 那如果以鑑定 所以四個課程有鑑定有設計還有 金工 然後還有一個是關於學術方面的有關商業 那金工是什麼意思啊 金工就是去了解說你的成 呃台子要怎麼去製作 然後超光 精準固診啊 對 製作成成品 哪一個最好賺就是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們老闆最好賺 都不好賺 欸 少來 哎呦 這就是你當時在上課的樣子 呃對 這是我們鑑定Gi 呃GG的教室 那旁邊那是我們每天要相處的顯微鏡 哇 你們的顯微鏡跟我們看到的不一樣 他可能比較舊一點點 比較舊 對 我們在看那個怪太空的也都好 真的 看起來多貴 好大一台耶 對 因為它是要看那種小鑽都看得到 那像這個就是有關金工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做成一棵樹 這個 鑽石做成一棵樹 那多貴啊 這個是先做它的台子 然後最後再把鑽石 對 然後把它剪下來 然後去拋光大魔 可是你們這樣上半年就夠嗎 金工的話又是另外一個半年 所以我一共是上了一年的課程 所以你是說先上半年的所謂的鑽石鑑定 鑽石鑑定 然後再上金工半年 對 然後如果你還想上的話再往後上 對 就每一個課程都要半年 對 要加起來就差不多兩年多 哇 哇 那四個都唸完是不是就比較鑽 哎呀 會花很多的錢 投資方投力比較長 激色還要 很多人應該知道啊 對 對不對 OK 那你見過就是價值最高的鑽石器 如果說以白鑽來講我看過20克拉以上 白鑽 白鑽 但是花式成功 20克拉多大 這樣子嗎 差不多了 還要這樣子 哦 我看葡萄 葡萄那麼大嗎 我看的是花式是有點方形的 長方形的 麻將 麻將 像不像麻將那麼大 呃 沒 可能快差不多 那會K死人耶 沒有那麼厚 好想不像K死人 都什麼 會 那個都好幾千 好幾千萬了 台幣 現在我們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血鑽石 嗯 那大家都說不能買血鑽石 對不對 因為血鑽石是很不合法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血鑽石 呃 其實很多的珠寶公司啊 他們會跟源頭去簽一個金箔利條款 嗯 就是我們要防範道德 我們不應該讓這些同工 或者是以那種切割自己身體的方式 把鑽石帶出來 對 那大部分有品牌或者是知名的 他們都一定會有這樣的合約 只有那種走私 譬如說可能會有一些南非的人 像他們就來拜訪過我們公司 就南非直接來 然後說我們有這些大的鑽石 就是鑽石你們要不要買 嗯 這種就很有可能會是黑市流出來的 是喔 對 那一般來講你們的鑽石來源是哪些國家 呃 我們最常去的話就是比利時 然後香港 然後印度的話是以小鑽為主 那像 那是產地還是說它只是一個經銷地 它是鑽石的切割中心 哦 就等於經銷的地方 對 因為我們沒有在買毛胚 毛胚的話可能就要到非洲去了 我在南非買過一次羅傳 哎呦 我那個婆讓我嚇到 買鑽石超驚險 小湯在南非發生了什麼事呢 想貼近寒流明星工作做這個就對了 好 你當過哪一些偉大的韓星的翻譯 佩詠勳吧 好 這張像嗎 我懷疑他是合成照 有沒有 對 對啊 你看 很像晴雨啊 好像好久之後 公開戀情記者會這樣 對 我們 算是一對 哈哈哈哈 哎呦 我的媽啊 所以當地人說你們要不要買鑽石 那個 那個大概快 他十幾年前 快二十年前 他說你們要不要買鑽石 他說這邊鑽石可能比較便宜 他講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們說哦好啊 那他說那 他就 他們說那我們就打電話叫那些人來 來了 我們晚上就 我們那個飯店還離那個市區蠻遠 然後到差不多晚上九點多 他們就來了 一來我就 大概六個人 進來這樣 戒備身體 然後一進來他就問誰要買鑽石 然後我就沒講話 他說他們先看什麼什麼什麼 零點幾 然後我那時候就聽人家講說 你要買就要買一顆愛上 不然就好像沒有保值 然後我就說哦好 那我說他們就先看 然後他們就看啊 女孩很開心啊 買買買買買 然後另外一個就我說 哎那你怎麼沒有看 我說沒有我想看一顆愛上 他就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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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我一個人帶走 然後三個人幫我帶另外一間 那一進來就擺明 這邊就是一把槍 每一個人都去帶一把槍啊 然後他就拿出來給你看 然後看完以後他就說 OK他買買 然後你可以刷卡 刷卡過了他會恭喜你 恭喜你 你的信用非常好這樣 然後就給我一顆 然後那顆算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呢 結果我就拿屋子包一包 就擺在那個口袋裡面 怎麼辦怎麼辦 結果不見了嗎 你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這樣 人家不會想到說你口袋有個 最危險的地方又最安全 對我就擺在這邊這樣啊 然後他們一直以為說 哇小媽你鑽石藏哪裡去啊 沒有沒有我沒買 可是到飛機上 我就把它拿出來這樣看 耶耶耶 就開心你知道 那個那個那個感覺就很奇怪 他們來那個臉都很都很 可是那種應該就是黑市吧 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喔 我們那個不是寫鑽石 那私下交易 那算私下交易 就是當地的導遊幫你找 那個賣鑽石的公司 那你們在比利時 你會自己去比利時買 對 你會自己去喔 我跟老闆一起去 你們老闆幾歲 我們老闆六十多 六十多年次了 你不要想 喂 那去那邊你們會很緊張嗎 我其實那時候去是非常期待 因為我覺得比利時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朝聖的地方 因為我進入鑽石這一行 已經五六年了 然後聽過很多這種 世界級的切割中心 就從來沒去過 那但是我一去的時候 有對他設定很多遐想 結果一去的時候 就發現跟我想的有點落差 那是一定的 可是還是令人很驚豔 因為他雖然不像華爾街 這麼的氣派 可是他也是 不是那個就是鑽石街 怎麼看起來跟平民窟一樣 所以他就非常低調 你可以看到這些走在路上 那種戴帽子 高帽子 然後留大鬍子 手上拿皮箱的 都猶太人嗎 這些是尖客 尖客 尖客 對 尖客 所以大家在那邊弄去 手在那邊 尖客 他叫broker 然後手上的皮箱 公事包 對 都是這樣 所以他都用手銬靠在手上 帶著走 哇 所以經常在路上會看 那個手是一隻掉在地上 喂 沒有那麼恐怖 哇 那這是什麼地方 這個就是我那時候很驚訝 我們進到大樓以後啊 這個一進去以後 你就是這樣一條長廊 然後有些鑽石公司很低調 他連公司的logo都沒有 然後可能會用一個紅色的那種珠筆 然後畫一個看不懂的圖 那就代表他可能是印度公司 然後你裡面就很安靜 什麼都聽不到 就很像工廠 對 這個根本就是天地會 對不對 反清不明大家畫一個標誌在門口 這樣你 你聊就聊了 我們電影醫院裡面出來 我是白蓮教 喂 OK 所以不知道人根本就不敢進去 而且像我們這種普通人 其實去也買不到鑽石 因為他都要看你的ID 然後他要跟你換門卡BB 才能進去 那他必須先跟上面的公司通過電話 確認你的身份 你才能進去 一般人沒有辦法 你要買多少0.7 一巴掌出去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可以先簡易的 讓大家就是很簡易的方法 辨別這鑽石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 請看 沒有人錄影花那麼多錢 請問現場這樣的鑽石 總價值多少錢 這邊全部加起來 大概一千萬台幣 我先買到了 好 我們來看看裡面最大顆的是 最大顆的是這個三克拉 然後 三克拉 對 這個是兩克拉的這一支 我可以拿起來嗎 可以啊 可以 哇塞 三克拉三匠 好美喔 真的 糟糕了 欸 有人送你三克拉你就加了吧 OK 三克拉就加了 五次打太快了 而且好漂亮喔 這是香起來的樣子 好美喔 不過這是兩克拉 真的香起來有差喔 因為他邊邊有一圈睡張 對不對你看 這樣看起來才有五六克拉 你看這 兩個 就有差別了 為什麼差 大小差那麼多 因為他旁邊還有香味 對 那是幾顆拉的 這三 這二 不是不是我說他旁邊再加 加那個一段 這一段嗎 應該也有一顆拉以上 哇 那這個定價多少 真的定價大概250 哇 又想閃了 還250欸 憲哥 留下來 你剛剛三顆拉就架了 那個也可以架嗎 我現在把它硬吃掉 你們會怎樣 我會等你 我不等你的量 也會等你 挖你的硬吃 OK 所以你看 有做工之後 真的差別很大 對啊 那這個做起來不是更 更華麗 更漂亮 哇賽 可是我比較喜歡 很簡單的設計 嗯 簡單一點也好啦 這樣更可以顯得 鑽石它的那個進步 好 那我 這三顆是 一二三是不是 對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顆拉 好 你幫我拿這個 好 這兩顆拉 這三顆拉 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 有沒有 一二三 哇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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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 有差 我又不是起迷 哈哈哈哈 看起來我沒差 瘋子啊 OK 好 那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何就是 現場辨別 它算是真的假 首先第一個方法是什麼 我們如果是比較常方便的話 會是拿奇異筆 因為鑽石 你捨得啊 再用酒精就擦掉了 因為它的密度 比鏡面還要密的 我嚇一下就擦黑 黑鑽石 好 那第一個就是把 你真的要畫 真的可以畫 可以啦 可以啦 它跟鏡面一樣 我們是不賠的 好 來請 因為鑽石它有親有性 所以它能夠畫上去的話 就表示它是真的鑽石 可以畫上去 是 那如果畫不上去咧 就是假的 這樣CZ鑽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 它會留在上面 讓不出來 就是 一般來講 就好像 我們油紙的東西 畫在一些玻璃上面的那種感覺 但它這個是完全可以 對 它會附著在上面 它會附著在上面 拿這抓掉就好 對 像我們如果要相公的時候 要跟師傅注意我們 有時候會用奇異筆 畫在鑽石上面 說你哪邊要幫我注意 你現在這一顆 可可以點兩萬 五萬 五萬 我馬上去拿錢 五萬 八萬 五八萬 OK 好 但是你回去以後 用酒精擦它就擦掉 對 用酒精擦就可以了 你也不講餵 OK 這就是其中一方法 對 那我們 過去買鑽石會不會打 一畫 冷畫 你幹什麼你 不然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 是用白紙 黑紙 來 我們看一下 因為鑽石它是單折射 所以如果你蓋在上面的話 你是看不到下面的字 真的耶 看不到字 你看啊 它鑽石後面好像有一 我們這樣看 以為是有一層那個 銀的東西把它包起來 真的耶 其實是看不見 你加那個看得見嗎 超看不見的 所以譬如說那種水晶啊 或現在很流行那種告石 等等就是看得見 對 它可以看得到底下有黑色的字 但是最專業的方式當然還是用那個側鑽機 它也最寬 好 側鑽機 然後馬上可以告訴你 這鑽石是不是真的 側鑽機會不會比鑽石還貴 不會啊 會啊 會啦 來 那怎麼樣實驗 像它這邊有個尖針 然後後面有個鐵片 你一定手要壓著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放在面 插下去啊 這樣就是真的啊 就這樣捅下去就可以了 對不起喔 它這邊有一個指數對不對 從綠的到黃的到紅的 那到紅的是 太正了 對 因為它鑽石的導熱性很好 對 所以到紅的時候就 小心小心 它是真鑽石 對 這個意思 好 所以其實這個剛剛只是講 是簡易的方法 比如你這樣放起來看 那必須是裸鑽嘛 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還是要找他們這些 所謂的專業的人士 好不好 那接下來 待會請你喝杯咖啡 好不好 好 謝謝 喂 後面沒有錄 後面沒有錄的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陸嘉儀 陸嘉儀 陸嘉儀她的工作太棒了 全身上下有人包 請問吃飯多少錢 流行時尚教主 對 全身上有人包 其實我覺得我非常幸運 我一直覺得啊 就是一定要興趣跟工作結合 當然 我才有辦法把那工作做好 是 那所以大家知道我是主持那種流行節目啊 或是流行的一些活動 然後同時也有旅行節目 那這兩個都是我的興趣 所謂從頭到腳有人包 就是其實在節目當中就是 因為我們會常常在介紹一些新產品啊 然後廠商都會希望我是試用過 然後親身經歷來告訴他們 所以我尚從可能洗髮精 護髮的 末時 對 然後臉更不用講 臉部的所有產品 然後各家的 所有化妝品的新產品 保養品的新產品 然後身體的到腳的 就是裡面那層皮膚的部分 都有人顧 是 然後包括衣服也是啊 就我們常常去出外景逛街 因為只要跟美有關的 我都 都有人幫我包就對了 就是說去買衣服的時候 那 如果那個店家可能 他可能 覺得我還不錯的話 他可能會說 欸小米那這件衣服 就當我們送你的 那你有機會幫我們常穿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 跟製作人在一起有什麼好處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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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些鏡頭都是你的 就這樣然後包括吃的保養品 也有那種什麼 膠原蛋白什麼 就家裡我家 等於是一個美容的倉庫 我覺得就是所有的保養品 吃的用的 然後 之前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我們那時候剛開始做 一個流行節目叫La Mo News 很久以前 那那時候台灣剛開始有 一個這樣子的流行節目 然後就有幾家廠商 就是那種真正的國際 大品牌那種法國的大品牌 然後他的公關就會譬如說 約我們出去 喝個下午茶喝個咖啡 然後他會送我一個包包 或是什麼 他希望說我有機會可以 可以幫他們 讓更多年輕人喜歡這個品牌 然後譬如說我們去看很多 那種Fashion Show啊 就那種發表會 那他們一定會為我們準備 適合我們的服裝 那有的時候那服裝就是全最新的嘛 就外面市面上都還沒有 但你就直接可以把那服裝傳回家 這樣 那真好耶 那我們旅遊節目先不要講 時尚節目你去過哪幾個國家 時尚的時候 時尚節目的時候我就去瑞士嘛 瑞士有那個標展 中標展去採訪中標展 然後去過日本北海道 那時候有一個滑板的牌子 他們開始做雪板叫DC 然後那個老闆就贊助我們去那邊 而且我們也不用幹嘛 我們就是每天在那邊玩 然後滑雪 然後穿著DC的服裝 然後在滑雪然後拍節目 這個老闆太有錢了 有點神經病 那你還訪問過時尚巨型 對啊 就是因為最近一個就是那個 沙拉傑西卡拍攝 你的慾望城市的Kerry 然後因為我超愛她 我相信所有女生都跟我一樣 就她陪伴了我們很多 不論是談戀愛或是失戀 對 她也教壞了很多女人 哪有 我們男人很慘 一個又一個 對一看她穿什麼就要買什麼 沒有我們只是想要跟她一樣 有一個很大的衣帽間 對 這是我們男人死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 就是才上個月吧 她那時候來做活動 然後我做那個記者會主持人 還有活動 就是在後台跟她擦身而過這樣 然後她是個非常非常nice的女生 雖然她年紀已經不小 她三個孩子的媽媽 但是她整個人就感覺 像小鳥一樣輕盈 然後非常非常的可愛 很親切 OK 就是跟她在記者會訪問的時候 那天我們可以說那個相談甚歡 因為一般這種 所謂的好萊塢巨星來說 他們的經紀公司都會比較嚴謹 是 然後他們之前就說好 最多五到十分鐘 她出現到離開就這樣 然後結果她就坐下來 她就開始拍照啊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 還沒有訪問前就開始 直接跟她聊說 你有玩Facebook嗎 你要把這放上去 然後後來就開始聊天 然後她就聊得太開心 以至於那場記者會 她坐在那邊大概聊了快四十分鐘 哇塞 經紀人在旁邊 一直吹台灣的袋子 沒有 可是 不是啊 不是啊 氣到有沒有 經紀人也很開心 因為中間有一個橋段 就是有記者希望她可以 介紹一下身上的衣服 他說哇 這是她第一次這麼做 我說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台灣的Style 因為我常常講 他說那你介紹一下 我就介紹我身上 我說我穿了一件Fendi的 最新一季的秋冬小洋裝 然後你看這亮片 然後就很開心 說哇 Fendi 然後就你知道女生跟女生 Fendi give me 然後扯下來 不是 OK 那一天女生跟女生最快的話題 就是從身上的衣服 那我想請問那一天 你要去做這個訪問 你對你自己的服裝 頭髮這個造型來講 會比較緊張 當然啊 我們那天就請了 特別請造型師 然後跟各大品牌去調服裝 那像我在活動當天 我穿的就是那個 我穿的就是 LeVanc跟Christian Dior 都是接那種超級大品牌的 對對對 如果你穿那個台灣的潮牌去的話 他應該 嗯 就是 沒有就覺得要慎重 無分服 你懂 慎重其事啦 而且如果他看得懂我身上服裝的話 我們兩個會更快落進去 對啦 那現在你已經很幸福 你做的都是食尚跟旅遊 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以後還想做最夢幻的事情是 我想當旅遊那個 旅遊作家 旅遊作家 那太舒服了 我還是想說 人生一輩子一定要繼續行下去 當然 但是如果你可以又旅行 然後又有錢啊 就是有工作 然後又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也慢出來寫東西跟拍照 所以當初為什麼我們打破頭 要接旅遊節目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真的 爽好不好 太爽了 香水師 你一定做香水 是 然後我有兩本書要送給 謝謝 謝謝 還有維多利亞馬恩 上下策 喂 這本書就是告訴大家 一個香水師的故事 對 他就是 這本書就是在講說 我到法國格拉斯 是一個香水之都 然後去那邊 學習香水調製的故事 嗯 那請問一下你是屬於製造嗎 我是屬於調製 調製 調製 就是調配客人想要的 香水的味道 是 鼻子很厲害 喔 那你這個當初怎麼學習過程 學習的過程就是 學習的過程就是 一開始其實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前三到四個月 是不能碰任何香水的 然後每天老師都會教我們 嗯 學習新的原料 因為呃 世界上有很多種香味嘛 嗯 那我們要把這些原料 嗯 一一的了解之後 然後才能去進行調香水的課程 嗯 那你去參加過 Chanel的香料農場 對啊 農場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農場就是 他其實 Chanel當初在 嗯 格拉斯 因為他是法國人嘛 然後他就到南法去玩 然後他在格拉斯附近的一塊山坡地 就看到一個很好的環境 嗯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要把這個環境買 這個這塊地買下來 然後就成為 那種專屬香水的製造的農場 是 嗯 還蠻大的 你是有驚訝嗎 有啊 就是很多工人都在那邊很很辛苦的工作 其實你去看捷運也很多工人在這裡 對 我覺得很驚訝 最驚訝就是小鳥走出來 欸 好可怕 是不是 來抽個菸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 你現在是 在怎麼樣的工作啊 比如說你是在 我現在本身 廠牌還是說自己開店還是 我本身在保養品公司工作 但是也有接受客製化香水的服務 是喔 比如說我們 我們 請求你幫我們做一個香水 喔 那要多少錢 多少錢 就是 一般是看客人的需求 那大概從五位數開始 對 開始飢調 萬到十萬 嗯 十萬的香水喔 因為其實 其實可能 看這樣子會很貴對不對 嗯 但是 噴一輩子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一次就要吃那麼大一桶 所以你噴一輩子吧 但這就是專門 就全世界 可能只有堪哥有 喔 再也沒有人有同樣的味道 那 可是這個 這個是很矛盾的事情啊 因為只有我有 大家也不知道這是香水味啊 牛肉麵 那你 你知道是有一些人訂的 一個香水味道 是什麼比較特別的嗎 就曾經有一個客人跟我講說 他想要水的味道 唉唷 對 然後我就 對啊 我就問他水的味道 那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味道 是河水嗎 海水啊 他說的應該是 對氣泡水 水的味道 他要噴起來 水的味道 有可能 其實他是老外 他其實想要水的味道 那個客人 他就是想要沒有味道的香水 對啊 可是這個 那你就給他一瓶水吧 而且看 講出來的 哇這已經十六萬 就是狂犬 他很開心的 開心的 真的是我要的 太厲害了 對啊 結果你後來怎麼解決 我後來就 其實我用了比較清淡的柑橘類啊 然後還有加入了海洋 海洋味道的成分 去幫他做調配 結果他OK了 他倒就OK 可是那個Case搞了非常的久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正確使用香水的方法 噴的方法 一般是在我們手碗嘛 手碗 就是輕輕配一下 然後這樣用沾的 那盡量不要這樣摩擦 因為很多人會這樣大摩擦 其實我覺得就是你想要 哪裡被人家聞到 你就噴那邊 這是最好的方法 這樣顯示就簡單了 我都噴得比較下面 對 OK 那你現場幫我們調製香水喔 對 好來 哇 請問一下你現場這麼多的 這都是你的所謂的原料 對啊 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你再講一次 這只是一小部分 哇 那哇 這個每一個都是不一樣的味道 這是天然的還是 嗯 大概有八成是天然的 OK好 那請問一下今天要被我們調配的是 今天要調配的是屬於女生 比較清新的花果香調 嗯 然後因為堪哥最近新婚嘛 嗯 然後 看來很漂亮可愛 所以想幫他 孕婦可以噴香水嗎 孕婦 盡量不要 是不要對不對 噴少量 噴遠一點 對 很遠的地方50公尺 快過來 對 所以我今天選的都是很安全的 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已經做好的基本調 然後它裡面有 嗯 它裡面有青草的香味 加一些 青草 有玫瑰花但是非常少量 是青草茶的味道嗎 喔這個我可以接受 不是青草就是綠色的 綠色的 是青草的味道 這是因為這是 呃 所以可能會有點 比較重 等一下 可是這感覺很舒服 不會不會難受 好像到那個 真的是草耶 真的是草 好草喔 喂 真的很草的味道 裡面草泥馬了 你看那個臉好像草泥馬 喂 用玫瑰少一點嗎 好 不要玫瑰 不要玫瑰 那茉莉可以嗎 茉莉可以 茉莉可以 茉莉好 因為茉莉要找一下 那可以幫他找一下茉莉嗎 那可以幫他找一下茉莉嗎 茉莉 茉莉 這麼多 照東南亞出外景 亮澤人氣大爆燈 我們如果在東南亞 比如說像菲律賓或是印度 去到那種和尚部落 進到他們家裡面 看到一個 F是在那邊超紅 然後是用印尼畫寫的 對啊 然後一去到人家就說 然後 然後我就變成 然後我們成長的變成巨星 那這樣我抖了以後我們就 對不對 嚴正玉他們我們就這樣掐著脖子 照一張什麼 唉唷 我的媽 可是你一定要摻一個花香在裡面 其實剛剛這已經有花香啦 你有柑橘嗎 柑橘嗎 沒問題 柑橘 對啦 柑橘 我找到茉莉花了 茉莉花 茉莉花 茉莉花香 真的很 我很愛茉莉花 它其實 清香 這是印度 印度茉莉 所以它的那個動物味 燒味非常的重 沒有像我們一般 想像的茉莉花那麼好 真的 它比較帶木頭味 對 它有點燒燒的味道 請問你喜歡加的是 這個是 Narcissus 就是 水仙花 水仙花 你這樣子花下去 我們家還得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不差一點啊 它是雞掉 現在這一瓶是什麼 這是香腿酒精 你不要拿起來 香腿酒精 不會 它跟一般的酒精不太一樣 不會有就是 太刺激 對 藥味或刺激的味道 才不能喝 不能 但是小康哥拿好麵 一直都會灌下去 對 很習慣 我要解釋一下 就是你看到它現在霧霧的 對不對 因為我用的是 大量的天然精油 所以會霧霧 對 所以會這樣子 露露 對 那為什麼一定要加酒精 加酒精 可以讓它在皮膚上更好 揮發 對 揮發 香味才會出現 對不對 沒錯 比例那麼多 對啊 這樣差不多是加10%的 香氛在裡面 算 算是已經非常高的比例了 很濃啊 對 因為一般 一般的古龍水大概是 3到5% 1.9% 嗯 喔 緊繃緊繞耶 是一個好朋友 緊繃喔 是這麼慢 這瓶要送我們的嗎 是的 不是耶 小康哥的送你幹什麼 那什麼好意思 你不用不好意思啊 因為沒有要送你啊 我現在已經比較越透明了 這樣子 然後要搖一搖 是搖一搖 特別飄的瓶子顏色是 好漂亮 很柔 金 然後因為這個是天然的嘛 所以建議放四 四到六個禮拜 然後放在冰箱 對 現在也可以噴 但是就是那時候味道會融合的 四到六個禮拜 哇太棒了 你看今天回去 有沒有 寶婆你看 我送了一個 寶婆一顆鑽石 真的 本來要買前面那個鑽石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們要走過去嗎 噴出來就走過去 要噴上面上面 這樣 噴開噴 噴很香耶 對很自然 很自然很天然的味道耶 完全不會 好棒喔 真的 你知道女生噴討人厭的香水 真的很討厭 但這是很女性化 我不知道男生會不會覺得 這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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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聞一下我的頭嗎 都OK啊 然後還有一瓶是 我以為妳在整個的味道 我都說到牙籃了 我想說精神可以符合她 奢華的風格 真是我奢華 好漂亮喔 開玩笑 喂 不是啦 這是隨身碟 喂 OK好 今天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他做他職業 我想很多人可能會想 垂他 他說他是巨星般的電影咖 對 不好意思 這是小弟我 因為我覺得我在拍猛甲之前 我覺得我自己 就是 感覺就沒有進入演藝圈的感覺 然後我在拍完猛甲 猛甲的時候 我就覺得 原來這就是當巨星的感覺 那時候大概 會有三個人服侍我 在拍戲的過程 然後 有一個是會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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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幫我拿血的 一個是幫我擦汗的 因為要再吹牛了 對 好我們就這一段就是 不要再吹牛了 講一下啦 不行啦 是要講一下 都來了 有領通告費 是 他們都會把我顧得很好 就比如說 我知道一根頭髮歪了 就會有人過來趕快把它弄好 然後只要有人看到我流汗 就會有擦汗 然後看到我好像是 在口渴的感覺就會有水過 其實拍電影 看來講會 真的會比較好 那拍電視劇的話 因為成本比較少 對 可是一開始我還聚拍 因為那時候 他們叫我去拍那個 他們叫我去拍那個 對 那個時候他們叫我去拍猛甲的時候 我聽到猛甲 然後他說導演是扭乘者 然後我一直以為是要拍偶像劇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說 我說我不要拍啊 我是諧星啊 不要再吹牛了 我是諧星 我幹嘛拍我這樣 他有自覺 我說我不想去 然後他們就說 我老婆就說你去試一下 我試試看 因為我不會演戲 他根本ODITION就沒有上 是我跟碰果幫他求情的 然後我就試 你不要拍 講講落寒話 你聽我說完嗎 講講落寒話 然後就去 我有試 然後我試完之後就是 但是我那個角色是一個 雖然比較好笑的 可是 他試了很多人 然後導演都沒有笑 我演完之後 那個扭乘者就笑 然後就說 其實我還蠻喜歡 他就叫我說 為了戲要爭胖 我願意嗎 我還沒開口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好你自己回家想一下 因為我也要再想一下 他就有一點半打槍的意味就對了 然後回去之後 我老婆就很緊張 就趕快打給順哥 順哥好像被打槍了怎麼辦 然後順哥就幫我打 打了一通電話 他還沒有接 然後就是用留言的 就是說 年輕人只要一個機會 酬勞多少沒關係 重點是給他一個機會這樣 後來我就接到 第二次面試的通知 這個面試是 我們這次面試是 瘋掉 蛤 蛤 要拿棒 第二次去的時候 那個過程我老婆 每天為我吃宵夜 然後帶我去剪頭髮 然後看起來比較年輕 一去的時候 導演就掐我肚子 一掐到肥肉 然後就超開心的 然後後來出去之後 副導就走進來就說 你就是太子幫的阿伯 對 然後我就這樣上 我那個角色叫阿伯 我是這樣才上 OK 那你從不會演戲 到底去拍一個這麼好的戲 你覺得演戲最困難的是什麼 我覺得什麼都難 我記得我那時候什麼都不會 我就問金馬影帝跟金鐘 他們兩個是我老師 然後我問小天說 其實 我不會演戲 你可以教我怎麼演戲嗎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之後 我差一點打他 他跟我說 你先把台詞背起來 滾刮爛手之後 然後再把他忘記 然後再把他講出來 我就已經忘記了 我怎麼講出來 我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跟我講什麼 感情戲 對 我不知道他在跟我講什麼 然後我到現在我才懂 其實他是要我把它吸收內化之後 變成很自然的去發揮 而不是想成一個台詞 就把台詞變成你自己的事情 對 我一路走來 就是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而且我 越走越 邊走邊學 然後我又學了很多 所以我就非常幸運 接下來這一位就是 好 所有的那個追星族注意了 這個人呢 如果你是追韓星的話 你應該有看過他 他就是我們韓星的貼身口譯 好 好 黃先生 黃賢傑 你好 黃賢傑先生你是韓國人 是 你是韓國的華僑還是韓國人 我是當地韓國人 那你怎麼會叫中文名字 韓國也有叫中文名字 但是你這個中文名字也太太中文了 太中文了 我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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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生出來之前就幫我做名字 所以你的你的血統是有中國人血統嗎 還是純 純韓國人 純韓國人 純韓國要用我們的中國的姓 韓國人姓裡面 漢字韓文都有 OK 那你怎麼會這麼會講中文 我來台灣十六年了 十六年 你來幹嘛 為什麼當初會想來 以前念書 還是逃兵 當晚兵又來了 當晚兵 那你當過哪一些偉大的韓星的翻譯 嗯 台灣最近應該是佩詠俊吧 哦 哦 算了你跟你講出來多少 多少媽媽現在死掉 他還有什麼 宋神仙 帥 還有劉詩緣 哇 你有照片嗎 有 所以你也有挑的就對了 就韓星來不帥你就不翻譯 這是 這是不是我拍的 這是影迷拍給我的 啊唷 你有fancy啊 這是台灣拍的 這張像不像情語 我懷疑他是何成兆 有沒有 對啊你看 很像情語啊 這張也太親密了 你看啊唷 兩個人還眼鏡 你看看看 好像好久中公開戀情記者會這樣 是 我們 是一對 對 欸 佩詠俊真的很帥 嗯 滿帥的 皮膚很好喔 不錯 你有沒有摸過 沒有摸過 不過在一起上廁所 我一起上廁所 哇 有看過 差嗎 差 這個不方便 不方便 這是在大陸拍的 這個是 張一謀導演 那時候去大陸 全場的時候一起去 張一謀導演 佩詠俊 佩詠俊 請問這位是 聰明 服務員啊 聰明 服務員啊 聰明 他表情很掛 閃靜的服務員 好可怕 發作重點 嗯 所以說你 等於說裴詠俊 他如果 到 到有華語的世界 就盡量會找你去 有 已經三次配他 哎呦 那你覺得他這個人 給你最大的印象是 嗯 他很聰明 聰明 然後有 老闆的一些氣勢 有領導 對對 那你有看過那個 所謂的師奶 看到他暈倒嗎 有有 場上暈倒 暈倒耶 在機場階級的時候 會 場上暈倒 這個狀況 那請問一下 韓欣他們來的時候 來台灣 對不對 他們會要求一些什麼 有沒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啊 比如說像 麥克雷神來 他必須要用礦泉水洗澡 哦 其實沒有那麼挑剔 他們只是 就是 像一般形成軸的時候 一定要保護隱迷 保護隱迷 對對 像寡標不要推隱迷 他們一定會聚這個部分 就變 彭用俊在那邊這樣 哎呃 不要弄他 不要弄他 OK 邊翻譯還要邊模仿 嗯不算 就是他有時候 像跟隱迷講一些感情的話 嗯 但是他的表情 他的手勢要一起 好 比如說現在 現在彭用俊說一個 他很愛你迷 他會怎麼樣 說他會有些 臉上有些眼 眼內有點 你也一樣 對啊 看他的表情 情緒記憶 你翻譯就是 哇他眼淚就 好厲害 嚇死我了 沒有就是盡量 就那段的情緒 一定要走 人肉影印機 對 不能說彭用俊在那邊 眼睛紅了 眼睛紅 他說很愛你這樣 完了 下次換掉 好 那個謝謝你啊 希望下一次那個 韓星來的時候 講什麼不要修飾 就給他講出來 哇 哈哈 不要怕不要怕 我們挺你 大不了不要回韓國而已 那他沒工作啊 好謝謝你 好接下來這個 令人羨慕的 就是我們這個 我覺得是 不管藝人也好 素人也好 都很羨慕他 就是國際線外景主持 亮澤 是他 亮澤去過幾個國家 其實我算是裡面 最之前 我十三個而已 嗯 我跟阿富啊 又盛明道比賽 其實我算很之前 我才十三個 十三個很多 你做多久 我去一年三個月了 連續嘛 所以差不多十 十三到十五個不等 有重複去過了 欸你這樣講 你知道觀眾會很氣嗎 蛤 你去過十三個 關起來 錯人說他是偶像 不會 因為那時候明道要去拍偶像劇嘛 對 所以我等於是一銜接上來 就每個月每個月都出 是 你去過最辛苦的國家是 伊利安查養 哪裡啊 它其實不算是一個國家 它是一個區塊 它在巴布亞 紐吉內亞的西邊的一個大島 它屬於印尼 然後它的 它的那個 祖先是十人祖 十五 對 所以你其實常常去到那個部落裡面 還會看到他們有掛一些 紫人骨頭啊 所以說去那邊的旅行團會 點名的時候 少一個是 還好 今天只吃一個 一個十兩 我們快走 就不要找了 當不知道 可是有些那種 因為我們台灣去 有些人還是包團去嘛 有錢人是包團去 但是那個國外的背包客 有些人真的就是 背著那個背包就進去 就沒有再出來過 是是是 就真的就沒有再出來過 我們去的那個地方 還是他們 政府 政府單位有 一邊列在那個 他們的區域裡面 有一些是 根本他們印尼政府 不知道那邊有什麼 就你出外景最舒服的是什麼 最舒服大概就是芬蘭 但是那個是享受上面的舒服 那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因為 可是其實我們去到 歐洲國家都是當乞丐 我們去東南亞是當大爺 因為消費 成本一樣 預算一樣嘛 所以是一樣 每一級的預算是一樣 但是國家不一樣 就會不一樣待遇 但是我覺得精神層面 我覺得最享受的是 在斯里蘭卡一間生態飯店 它等於好像是 六星還七星級的生態飯店 你從都市可樂 不過你要開車開 六到七個小時 是那種 不是我遊路 而且它是沒有路標的喔 司機很厲害 他司機他沒有路標 他還是找得到那個地方 那去到那個地方是 等於是世外桃園 它生態飯店意思就是 它完全不破壞當地的生態 一片空地蓋在山上 等於是很像是 飯店是從山長出來的這樣 亮覺 來了我的媽啊 房間裡面會貼說 小新猕猴 然後就會有猕猴 你早上起來就看到 猕猴在那邊吃果實 在你的陽台上 酷喔 然後你可以再往上一點 你可以看到一整片 前面很像是 有點像阿凡達的場景 然後慢慢那個一大早 那個太陽一照下來 那個山欄飄起來 好酷喔 然後整個森林 都是那個山欄在裡面竄 然後有一個湖泊這樣 然後再高一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山欄 變成彩虹色的 然後有大象走在裡面 大象耶 對他們就是很野外 它那個其實 算一個生態園區 他只跟政府合作的 一個生態飯店 所以是完全沒有破壞 所以這個租外景的主持人 還是有這個命的關係 像我們以前在做的話 我們去美國一下 幾乎都住五星級的 因為那個時候 年代不一樣 剛開始台灣在推旅遊的時候 他們每一個地方 都很愛贊助 你知道嗎 你隨便推一個案子給他說 我們今天要去拿 他就是五星級來 我們連去 錄一個潛水節目 他都給你五星級飯店住 我們都很不好意思 嘖 我們這種爛咖 對不對 小節目 你跟我們住五星級的 好意思嗎 還要故意把自己講得很厲害 喔 OK 我們幫你拍得很棒 但是你們現在就是比較真實 因為節目太多了 你們現在 其實你們現在比較真實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用 是用堆出來的 對啊 所以我們其實比較喜歡去東南亞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在東南亞 比如說像菲律賓 或是印尼的 比較鄉下的地方 他們看到 站在鏡頭前面的那個人 他們會覺得是巨星 所以他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台灣最紅 在那個地方就是 你去到那種和尚部落 進到他們家裡面 有看到一張F4的招呼 F4的海報 F4在那邊超紅 然後是用印尼化寫的嘛 對啊 然後一去到人家 就說 I'm from Taiwan 然後我就變成 順理成章的變成巨星這樣 然後你只要去到 比如說 那種嘉年華會 有看到攝影機的拍 拍完旁邊 就已經一堆小女生 要等著簽名 那這樣我懂了 以後我們就 對不對 顏成竜他們我們就這樣 掐著脖子照一張有沒有 抓著頭髮照張 然後掛著身上 欸不是被我這樣弄的啦 那你 你怎麼用 竹子綁針 沾鹽料刺青 那在哪裡 那個在 他其實也是在印尼 但是不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你不怕 生病啊 通過性組織也 完全沒有想那麼多耶 我覺得 就是靠一個廣大 我其實能夠活到現在 是奇蹟 就是因為去很多外景節目 你要吃有時候 吃很多蟲已經是很正常的 是 有時候吃他們的樹根 然後有時候他們是直接 他們的肌肉喔 這個村落的肌肉是直接 丟到火炭裡面 拿出來直接吃 直接連炭一起吃 然後他們的手 可能他們一輩子沒洗過澡 然後可能剛剛有摸過哪裡 抓過哪裡 他也沒洗 他就直接拿東西給你洗 我都照吃啊 我也吃過人家從丁次庫 難怪你的膚色漸漸變得 越來越原始 對 是因為中毒啊 你會不會晚上中午 講的是印尼化 有不會 做夢的 請問一下你 你那時候刺青有刺上去嗎 有啊 在這裡啊 他就打一個點在這裡 就退不掉了 他很奇怪 他就是用一個竹子有沒有 他前面用針 然後他有點像是用彈的方式 這樣打上去 彈彈彈彈 然後他們就很像琴面這樣 就像台灣那個 打慢這樣子 對原住民這樣 身上都有一些刺青 我想哎呀好好玩啊 我給他試一下 嚇死了那個企劃和導演 嗯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那邊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艾滋病 嗯 我說身上有沒有什麼 其他的病毒 真的 這個要小心耶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想那麼多 真的 不過也是辛苦啦 好玩啦 不過興趣 今天雖然說大家都是因為你的興趣 而在做你的工作 可是在每一個工作後面呢 他們還是有辛苦的一面 大家不要以為 他都看鑽石的 做香水的 他們去出外景的 拍戲的 其實他們後面都經過一段努力 才能到現在這個地步 而且他們還在不斷的學習 才能讓自己工作越做越好 那既然 既然你現在做這個工作 我們給你的建議就是 既然你做這個工作 你還是盡量想辦法 愛上你現在的工作 要不然你只有轉 但是能夠愛上自己的工作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 那是最幸福 對 對不對